找回来的钱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硬币啊 奇怪的硬币 哦 好啊 让我看看 啊 哦 动得未知偏了 我记得这种硬币好像叫变体硬币 变态硬币 不是变态硬币 是变体硬币 就是制作的时候失败的硬币了 哎 这拿到一个失败的硬币 妈妈好失败啊 啊 那这个50片硬币就不能用了吗 我想要用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不过因为很罕见 所以说不定反而更有价值哦 我查查看哦 动打偏了50元硬币 哦 有了 有了 啊 我看看哦 依照动偏离的位置 有些价值甚至高达30万啊 高达30万是多少万呢 小饼干堆成山了啦 想不到这个居然是这么珍贵的硬币 动偏离的位置也很不错哎 嗯 看起来应该有30万的价值哦 如果真是这样 是比可观的意外之财哎 哎呀 如果这个可以卖到30万 你想做什么 首先要存钱 不行不行 这种意外之财要好卖得花掉比较好吧 这样的话 有个包包 我一直很想要 我可以买吗 尽管买吧 尽管买吧 哎 小心了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我先吃很多的玉子烧寿司 别说玉子烧寿司了 但你却是高级的寿司嘛 哎 我先来等爸爸的儿子好幸福啊 哈哈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那就晚餐喝啤酒可不可以增加几罐呢 当然可以 哦 太棒了 好啊 现在得先来找找收购变体硬币的店才行 哦 商店街那边好像有一家不错的股钱店呢 一定要尽量卖个好价钱哦 好啦 放心交给我吧 不要让人看破手脚哦 爸爸的脚那么脆 不会有人想看呢 不要说这种话 好吧 小心 你跟我一起去吧 哇 三十万 三十万 小饼干 小饼干 哎 对了 在卖掉这个东西之前 应该先拍个照留念才对吧 哇 拍照片 让我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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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拍 别打了 devices 无详园 无事园 无事园 无事园啊 无事园 аетеains 那őő 无事园 小心 你跟着帮忙找啊 好 嗯 无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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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到到底 你知道吗 吃了吗 这个是银板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吃 现在你先帮我找到五十元硬币好吗 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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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元 七十元 八十元 六十元 不对了 爸爸 这才五百元硬币呢 先帮我找到那个五十元硬币比较重要好不好 那就放回去的 你也不用放回去吧 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啊 找到了 原来它没有掉出来 被看下太好了 算了 就是这里了 这里可以买小饼干吗 买不到的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收购古董硬币 或者纪念硬币之类的商店 老板看起来很认真的 应该会出高价跟我们买吧 欢迎光临 姐妹 想装什么东西吗 动感操人的动感金币你们有吗 不是啦 我们来这里是想卖一枚变体硬币的 如果卖个好价钱 爸爸就可以喝很多啤酒啊 那件事不用提了 那么 请让我鉴定一下 好的 动的位置偏离的五十元硬币啊 动偏离的硬币 通常偏离的幅度越大的话 价值就会越高 另外如果是在发型术比较少的年份制造 而且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新硬币 价值就会很高 那个钱币已经被用过了 不过应该还值二十万吧 你在做什么啦 小哥吃饭款可以点吗 我已经决定了 收购的价格是 收购的价格是 三十万 不对 是三千元 三千元啊 准备硬币有很明显使用过的痕迹 年份也很普通 动偏离的位置也不算特别 所以差不多就只这样吧 这个老头 以为我是外行人 却打算用便宜的价钱打发我 才没那么容易呢 老板 你怎么可以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我在网络上查过了 动的片里位置类似的硬币 价值可以高达三十万元哦 那我最多只能出五千 感谢各位无限的侄子 决定怎么样 五千元 再怎么说也太便宜了吧 至少至少要十五万 老板 十五万以下的话 我可是不会可爱的哦 为什么不卖呢 我记得车站对面 应该还有一家才对 去那里的话 也许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 好习惯 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 爸爸 我好想喝果汁 真是哪里没办法 那个五十人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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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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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比地翻光 厲害的屁屁 爸爸給你 看我的吧 請大家多多支持購同募款 謝謝您的捐款 不客氣其實也不算什麼了 笑 呀 送了陳 耶